19題問葡萄糖纖維素跟澱粉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 那麼 葡萄糖纖維素跟澱粉 他們都是屬於有機化合物 所以選項C 說他是有機物、無機物、有機物是錯的 我們的纖維素也是有機物 同時呢 葡萄糖是一個化合物 所以選項A說是元素也是錯的 那麼纖維素本身也是聚合物 所以他說是小分子化合物也是錯的 葡萄糖纖維素跟澱粉 他們都叫做碳水化合物 他裡面的成分 元素有碳氫氧 他不是碳氫化合物 碳氫化合物指的是他裡面只有碳跟氫的 而這裡面還有氧 他會叫做碳水化合物 所以呢我們答案應該的是B 應該是B 小分子化合物跟天然聚合物 纖維素跟澱粉都是天然聚合物 他們都是由葡萄糖所構成的聚合物 只是他們構成的葡萄糖 長相並不太一樣而已 所以呢我們第10位答案是B 小分子化合物 天然聚合物跟天然聚合物 好嗎? 好嗎?